这就是黄金灵名下房屋的贷款 他们每个月要还六千元 六千元 对于只打零工的家庭来说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从他们的家里便可以看得出来 一间不大的房子 基本上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就连衣服也都是团在纸箱子 金灵说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买过新衣服了 这样困难的环境 他们过得好吗 我们看到除了缺钱之外 这个小小的家还真的挺温暖 挺幸福 每天吴自华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忙的一天回到家中时 黄金灵早已做好了热乎的饭菜 等着他回来一家三口一起吃饭 喂 回来了 上学了 半个冷了 还行 不算算了 那怎么样 昨天考试的 是吗 看着累啊 还行 那就是继续努力啊 真是更大一顶目 爸 你吃到我一般想交钱 你是不是交了三千块钱 我老是推着 你能不能一天多给点钱 你一天给十万元够谁花 那多给你点 多给 多给点 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 每个月的还款额 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吴自华和黄金灵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眼看这个月的最负还款期限就要到了 儿子的学费也要马上凑齐 这让黄金灵很着急 为何吴自华会摔门而去 这位神请激动的皇上 又是何为人 面对吴自华筹备的惊喜 黄金灵为何只是沉默一对 吴自华和黄金灵至今没有固定收入 两人平时只靠打零工赚些生活费 房子的贷款 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 给这段夫妻平添了很大的压力 在几十平米的房子里 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 甚至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生活中的各种开销问题 不断地困扰着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黄金灵和吴自华 也经常为了这样的问题发声口交 都快交了 该交交啊 这个你别规制一块干嘛呀 我今天就给办好了 今天就给办好了 我给预备好了 预备好什么事弄些你 你甭管我上哪儿 甭管我上哪儿也得我弄去 我听说你拆机款下来了 我听说得有二百万呢 你跟你老婆那儿什么 争取点出来 那不是一码事 这个原水 第一个原水解不了进壳 你那么傻 那孩子爷爷奶奶给留下来的 那你爸给你留下来 是什么老总的钱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它不是让说上街买一斤琴子 一给人钱你就拿回来了 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一个细致复杂的事情 咱们不多呀 就要一二十万就行 那那万的贷款 万的借这款先还落的 是不是 那原水解不了进壳 你怎么解不了进壳 就下来说你去的 你不懂得 我不是下来他们 你得归都下来他怎么说话 我不是下来他们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不懂得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你不懂得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又会逃跑你 你算是你逃 逃得了吗